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3年2月21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開台30年的有線收費電視 將會在今年年中正式停運 曾經在有線做過的黃絲藝人李佳心 最近竟然借這件事抽水 究竟他說了甚麼? 他是不是想吃回頭草? 另外聯合醫院上星期六發生下手術燈的意外 令一個麻醉助理受傷 究竟為何會這樣呢? 勞聰貿局長又能否找到背後的真空呢? 在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下去 讓更多的市民可以了解一下西方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有線寬頻的股票在2月14日下午後突然停牌 宣布已經獲得行政會議的批准交還收費電視牌照 他們的收費台將會在6月1日停運 意味著 開台30年的有線電視 終於正式和觀眾說再見 有線收費台開了30年 由開始時只有8個頻道 大幅增加 到現在接近130個頻道 當中包括自製24小時播放的新聞節目頻道 當時一開始的時候 在香港來說 可以說是創了先河 有線電視過去一段時間都曾經風光 除了梁思浩主持的靈異節目 怪談之外 一些娛樂、旅遊、飲食等等的節目 都比較受觀眾的歡迎 當年不少有線主持 好像黃翠兒、洪永成、六浩明等等 後來跳槽去了TVB 都大受歡迎 另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 就是 李佳琛 李佳琛由有線跳槽了過去TVB之後 都有不少拍劇的機會 還憑BB來了 做到事後 但是由於之後 連續有幾次 發佈一些煽動年輕人反政府 受視警察的訊息 所以就被很多正常人和廣告商唾棄 怕他教壞小朋友和年輕人 而TVB也將他雪藏 大減他的工作量 好像在TVB節目巡禮2023年 這個TVB一年一度 向觀眾和廣告商展示 未來一年大渡的重要日子 通常有些藝員 都非常重視盛莊出席 務求在廣告商和觀眾面前 留下一個好的印象 就算再忙都會抽時間 亮下相 但李佳琛今年竟然缺席 很可能TVB的高層都怕廣告商看到他不下廣告 TVB當時在巡禮上 推介的八套重頭作品 都沒有理解身份 只是被安排做 身體最誠實 和尋找愛的根源 這些綜藝節目 淪落到要參與一套由 賣TVSuper製作 叫做肉的劇集 這套劇的20秒預告片中 李佳琛有不少大膽意識的畫面 又玩捆綁又脫衣 擺明要靠賣肉來吸引觀眾 而且看賣TVSuper的人 比翡翠台少很多 所以看得出 李佳琛已經被投閒置散 在無線發展不如意 在有線電視出身的李佳琛 最近看到有線收費台會關台 就立即透過社交媒體 說當年來抽水博宣傳 李佳琛在Facebook出post 貼上有線拍攝的舊相 還說什麼不知多少人 因體育台認識我 李佳琛在Facebook出席上說 記得2008年北京奧運 作為一個沒有主持經驗 沒有自信 體育知識近乎零的他 當時很幸運 因為曾學過潛水、騎馬、攤石 而被選中成為當時的四位主持之一 他說四十多天 由南至北 游走中國十多個地方 記錄低不同地方 對迎接奧運的氣氛和文化 被不同的風俗感染了 曬得黑黑的回來 回來後順理成章 成為體育台的主持 這段期間增進了不少關於體育的知識 他之後又說自己做過四輯 當空間大改造的主持 後來也拍過一些旅遊節目 例如由走馬漢花去觀賞這個世界 去到踏實走入 不同歷史所為留下的人物、故事和文化 就好像走入時光隧道那樣 每點每滴都是精華 令他大開眼界 他又說四年時間 現在看來並不長 但在這個起點 所累積的故事 感受到的愛 認識到的朋友 他說並不少 分不清楚是人在追趕時間 還是被時間推著走 無論是有線或無線 無論多少人認識 人在情在 盼能帶著點點的幸運 繼續走 附帶重量的步伐 無需走得快 按著節奏走遠的話 看完李佳心這段說話 只能覺得真的很諷刺 他說那麼多有關中國內地的工作 喂 李佳心你不是支持黑暴嗎 你知不知道黑暴的目標 就是要推翻我們國家的政權 破壞我們國家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成就 如果你真是被我們國家不同的風俗感染了 你就應該更加珍惜我們國家得來不易的發展 不是鼓勵別人去破壞它 還有老實說 無線也好 有線也好 你也是沒有人走的 有線交還這個收費電視牌照之後 現在會將資源全力集中 營運開電視三個免費的電視頻道 但是公司的最大股東 是有名的外國商人鄭家純 所以你這些黃絲藝人又怎會受到重用呢 李佳心如果真的想在娛樂圈發展得好的話 是不是應該為過去支持黑暴的言論 道歉 說完李佳心想跟大家說說最近一個在手術室內發生的意外 大家有沒有想過在醫院做做手術 手術燈會突然跌下來呢 最近一件這樣的事 想不到竟然在香港發生 那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呢 醫務及衛生局局長盧崇茂又打算怎樣做呢 首先說一下意外經過 上星期六 聯合醫院其中一間手術室的一組大型手術燈連枝架 突然從天花那裡跌下來壓進手術床 手術燈的電線還要半天調連著天花和燈枝架之間 幸好當時手術室沒有做手術 但是剛巧有一個麻醉助理 就被擊中這個肩膊頭受傷 這個助理去到急症室檢查後 已經出現 傷勢沒有大礙 就算是不幸之中的大行 據了解這間手術室 當日原本安排了有幾個手術要在裡面做 但也要延期 對病人無可避免會造成影響 為什麼會這樣呢 醫管局初步估計 這個涉及六支螺絲的手術燈 因為經常動 螺絲就出現鬆動 導致組件受壓 斷裂 另外 現在初步調查了29支同類型的手術燈 發現有12支螺絲都有鬆動 所以會暫停用相關的手術室 令到一些非緊急手術會受到影響 醫管局高級工程行政經理 袁柏良 昨天接受訪問時 也有解釋這件事 他說醫管局 每年都會做保養一次 攝氏的手術燈 剛才在去年12月 檢查過 所以已經要求承辦商 提交維修報告 不知道是否有人檢查 是否有問題 據了解攝氏的手術燈 用了11至12年 加裝了屏幕後 重量大約是100至200磅 現在經檢查後 發現有問題的12支手術燈 他們所在的手術室 也要停用 深入調查 而他們分別 分佈在4個聯網 醫院裏 袁柏良強調 鬆就不一定有事 但是安全起見停用 盞燈經常動 少不免 有少少鬆 正常每年保養都要看螺絲 如果鬆了就要收緊 袁柏良又說 醫管局有200多支手術燈 是來自同一個供應商 涉及不同的型號 至於涉及其他供應商的手術燈 基於安全考慮 也會做檢查 預計幾天內 就會完成 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故 醫務及衛生局局長 盧崇茂反應也很快 昨天傍晚 已經立即發聲明回應 說因應這件事 已經要求醫管局全面檢討 醫院管理層 處理類似事件的機制 包括整體危機處理 以及 訊息公佈的流程 要盡快提交檢討報告 以及改善的建議 聲明提到這次事件 非常嚴重 對於有用在手術室的高規格 醫療器材 出現這麼嚴重的事故 是絕對不可接受的 所以已經擇成了 這個醫管局 一定要和 承辦商 嚴肅地跟進 以及徹查 今次這件事 檢視相關器材的設計 物料 以及維修保養等等的問題 確保病人 以及員工的安全 勞總貿局長 亦有對受傷的員工 自以為問 希望受事件影響的病人諒解 強調醫管局 會盡量把病人影響 減至最小 從這份聲明的措辭 我們看到 勞局長對這件事的緊張 亦對這宗意外 非常不開心 很明顯 手術室 選擇是否穩固 涉及病人 以及醫護人員的安全 所以 梓敬希望 醫管局 盡快提交 調查報告 看看究竟是哪個程序出錯 如果發現有職員 在事件中 有疏忽 或者故意玩東西 或者陽奉陰違 一定要作出驗情 由於這件事 涉及人命 梓敬 稍後 我亦會繼續在立法會內跟進 絕對不可以讓他不了了之 暗快暑假就快到了 過往一段時間 也有不少年輕人 跟梓敬說 有興趣從政 或者最起碼 想了解多些 有關立法會議員的工作 所以 今年暑假 我們就跟去年暑假一樣 立法會議員 黎棟郭黎sir 陳嘉佩 Judy 和梓敬 就會招募一班 跟我們指向相同的學生 做全職的建習生 讓大家透過暑假的時候 體驗一下 立法會議員的日常工作 獲得取緑的同學 就會跟李sir Judy 和梓敬 分別在立法會 我們的辦事處 和我們的地區辦事處 貼身一起工作 接觸一下 包括地區服務 政策研究 媒體工作 以及新媒體 KOL工作等等 不同的範疇 另外我們還會安排 培訓給各位同學 上年我們有 高智森 屈永賢 霍啟光 葉太 葉劉淑儀等等 為我們的同學 講課 梓敬已經把報名的連結 放在下面的 下方 有興趣的同學 就快點來報名 如果你已經不是學生 但有小朋友 或是認識的人 是全職 大專學生 或是研究生 甚至乎是高中學生 都可以叫他們申請 希望到時可以見到你們 今天就和大家說了那麼多 在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 以及把這條影片 廣傳下去 等更多的市民 了解一下 西方媒體 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下次見 拜拜 拜拜